新北市長侯友宜是怎麼解讀我們帶您來掌握 這個四人當中職場是兩個人 這兩個人都是居家隔離當中 由職場的同事所傳染的 我們來談這兩個都是在板橋 板橋有個個案 是他們的公司的長官傳染給他 這個是被匡列以後 在幾個當中採取是陽性的個案 至於另外一個也是在職場傳染的 是在職場裡面他的員工感染以後 然後再傳給他的 所以感染人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幾個兩個採取陽性的 都是職場的傳染 除了這兩個人以外 新增的個案兩個一個是中和 這個中和的個案CT值已經達到34 這個個案是在8月13號 要到台大醫院就醫的時候 被採檢出來 採檢出來確診是陽性個案 這個個案的當中 我們一直在疫調 希望能夠把疫調把它弄清楚 因為在採檢的過程當中 最後一天是8月13號去採檢 沒有看到到8月22號 才篩檢出來是一個陽性確診 所以我們這個疫調希望把疫調很快 迅速地把它釐清 至於還有一個個案在三重 三重這個個案 的職場是在台北市 這幾天他在外面因為有活動 包括到花蓮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再回到我們新北的住處 在8月22號因為身體不舒服 到醫院採檢 採檢出來是確診個案 那我們在疫調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應該他是 被他的朋友所感染的 那朋友我們這邊再追查 詳細的疫調 我們也會再做進一步 把它釐清清楚 所以新北市的四個個案當中 有兩個是及格職場傳染 非常清楚 兩個一個在綜合 在就醫的過程當中採檢出來CT除了已經34了 真正的來源還在釐清 另外一個 三重這個個案 我們大概感染源已經釐清 應該是朋友傳染給他 所以這四個個案裡面 我們讓新北市民能夠很清楚 新北市的疫情 還在穩定的控制 當中 尤其每天頂多說新增的個案 大概一個兩個 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同時也歡迎我們新北市的四年朋友 能夠出來篩檢 不斷的篩檢 才可以把我們隱形的傳播鏈給阻斷 那新北市的疫情 在穩定的當中 在中央CDC的指引以下 我部分要逐漸採取開放 那這段時間 我們除了穿著CDC的指引以外 我們也請我們各級處所長 針對各主管單位 的項目 我們可以從這個禮拜 8月24號起 要開放的哪些項目 逐漸檢討以後 速度的做好開放 新北市從 8月24號 要開放的 有籃球場 以及公園的涼亭體建設施 還有 湖泉等水域 油氣活動 這三個 籃球場 公園涼亭體建設施 還有湖泉等水域 油氣活動 因為疫情控制穩定 我們速度的在8月24號 採取開放 詳細的細節 我請 我們各級處所長 來做一個說明 涼亭體建設施 還有湖泉等水域 油氣活動 因為疫情控制穩定 我們速度的在8月24號 採取開放 詳細的細節 我請 我們各級處所長 來做一個說明 是 大家好 我們對於公園內的涼亭呢 以及成年人使用的體建設施呢 我們從8月24號 24號起 會開始開放 那同時間呢 人家要請所有使用者 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的距離 那所有的管理單位呢 也會以每日傾銷兩次的原則 來進行防疫的工作 那同時呢 在籃球場呢 也會 配合呢 在8月24號起 來開放 當然對於 兒童 郵聚的部分呢 這些呢 比較是小朋友 大家呢 這些設施呢 大家會一起玩的部分 比較會容易發生群聚的部分呢 那也要 配合我們整個防疫的情況 以及呢 配合 學校的整個郵聚的開放呢 我們 持續的滾動式的檢討 那目前呢 還是 維持啊 不開放的情況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規劃海擁以及 浮潛的一些防疫的相關的指引 首先是採預約制 要分場次 分樓來辦理 同一個場次呢 要以同住的家人 或是同車的親友為主 代表這當中是 不開放陌生人混團的 這一點請大家 要特別注意 另外在淋浴間 也要採取單一出入口的管制 整體呢 都是降載50% 也就是說 像是代課浮潛 每個人每次指導的人數 是降為5人 另外呢 業者在恢復營業前 需要自主完成派篩 並且接種疫苗 以及在未來呢 也後續也要定期的自主派篩 那業者也要提供 個人的夾鏈袋 也就是說呢 在人員下水之前呢 我們要用口袋 用口罩 把這個夾鏈袋 用夾鏈袋裝好 那在上岸之後呢 就可以立刻換上口罩 減少他沒有佩戴口罩的時間 那另外呢 在如果遇到了確診者的話呢 就要 確定之後呢 要關閉停止 一夜三天 進行場所的全面清銷 那後續在復業之前 員工也要出示PCR的陰性證明 才能夠恢復一夜 謝謝 謝謝 這個謝謝我們各技術所長的補充說明 雖然新北市的疫情在本土的境內的管控上 是速度的穩定的 往往的地板值 在控制當中 不見采取開放的態度 但是我還是要在這裡再三的跟 新北市市民來做一個報告 也同時呼籲 要了解國際情勢 病毒的嚴峻程度 對國內的挑戰度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國際的疫情 其實是 越來越嚴峻的 大家可以分析看到 本土的每週確診個案 大概都是在各位數 新的事也不例外 但是 我們在境外移入的案例 不斷的攀升 像7月 全國進來的98例當中 每天就平均3.2例 都是境外移入 8月到21日 總共有101例 每天平均是4.8例 可以講從7月到8月 是不斷的在攀升 尤其 境外 Delta的病毒 來勢洶洶 我們一定要做好 整個Delta入侵的一個準備 對 所以我們看到 Delta入侵以後的國家 我們可以看得到像英國 法國 以及甚至包括美國 他們的疫苗覆蓋率都已經達到了 將近6成以上 那各位可以看到他們最高峰的時候像美國最高峰 7天的平均確診是25萬 英國 法國都是5萬多 但是到了8月21號 解鋒前很低 解鋒以後 8月21號 英國 法國 都3萬 2萬 甚至美國 7天的平均數 每天都15萬 可以講 在這幾個國家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現在的平均的美入的確診是 跟過去的最高峰 在逐漸 在接近當中 尤其我們看到東南亞的幾個國家 像 馬來西亞 泰國跟越南 以往過去最高 馬來西亞才4700多 現在Delta病毒的入侵 已經每天都達到2萬 泰國也是一樣 現在每天平均2萬 越來 還是達到1萬 大家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我們要想想看 他們疫苗的覆蓋力 大部分的國家 都不會低於我們國家 但是 因為Delta病毒的日清 讓他們的 這個確診數 在平均7天裡面 逐漸追到最高峰 甚至超過 尤其我也特別提醒 Delta的變異株 跟Alpha的變異株的傳播率 完全不一樣 Alpha的變異株 大概可以傳播4到5人 Delta的變異株 可以傳到5到8人 那在澳洲本土Delta的一個病毒的 案例裡面 可以看到出來 這個病毒的案例是從隔離的旅館 Delta的病疫株 透過 汽溶膠 等於是靠著 汽流的傳播 到另一間 旅館的房間裡面 所以用汽流的傳播 汽溶膠的方式的傳播力 更具 有 傳播 達到的效果 所以面對來勢汽汽汽車 Delta病毒的傳播的 傳播的 方式的不一樣 我們更要 嚴謹的 做好 面對 尤其 特別提醒大家 Delta的變異株 傳染力 雖然疫苗 各國的保護力 都直接 施打的涵蓋力很 過 但是 對阿法、對戴奧塔的變異株 他們的保護力完全是不一樣的 像輝瑞對阿法的變異株打1劑是50% 打2劑是92% 但是對戴奧塔的變異株來說 打了1劑是33% 打了2劑是39%到88% 第一劑也差不多 打第一劑50% 第二劑73% 打了第一劑的第二島只有33% 打了第二劑的第二島只有60%到67%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疫苗的保護力確實是在下降當中 尤其住院率的攀升 其實第二島最重要的是要倒壓低重症跟死亡率 確實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得出它的成效 但是自願率住在醫院的這個比例越來越高升 像英國 華國 以色列 美國 疫苗覆蓋率都達到六成以上 但是他們七天的平均的住院數 在8月20號的數字都還是很高 像美國在8月20號每天的平均住院數有8萬5萬 跟最高峰的12萬也逐漸在逼近當中 所以我們特別要提醒大家 第二島對我們的影響度逐漸在高升當中 尤其面對解峰前跟解峰後 整個自願率的高升 像以色列的高升到20倍自願率在解峰前跟解峰後 就差了20倍 這20倍對我們的醫療量的衝擊也相當的大 所以國外的這個借鏡也讓我們要去省思 各國的做法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值得我們參考的 所以各國應用的這個第二島病毒 大概採取了幾個方式給大家做一個穿著 像各國裡面的做法裡面有重啟管束的措施 很多國家像這個澳大利亞 雪梨亞 紐西蘭 大概都採取封鎖的狀況 有的重新戴上火罩保持社交距離 只是更嚴格的宵禁就是這個封鎖 所以二人用的運運重啟管束措施 大概是各國的做好 同時也開始施打第三劑 像以色列100萬人已經接種第三劑 美國9月20號起接種第三劑 加拿大 德國 英國 法國 9月20號起都在接種第三劑 那這些我想問問我們台灣 第一劑大概我們的涵蓋力還在衝刺當中 第二劑非常低 我們第三劑準備好了沒有 這都是各國的應用做好 所以新北市面對第二島的來勢洶洶 我們新北市有沒有做好整個事前的準備 讓第二島斷離進來的時候 新北市到底如何要來做好應用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的任修局長 特別把新北市的18家急救責任醫院 再度的找來開會 來做好應用電腦進來的準備工作 那這裡面為了確保我們醫療量能 我們特別除了中央核併24小時專責病床 要開264以外 我們用兩個階段快適了在一個禮拜裡面 我們的醫療量能1043個醫療量能 同時可以啟動我們的篩檢量能機動量能 會持續的帶領 所以目前新北市的篩檢站一直都沒有裁測 我們還有三個篩檢站 也就是在應用隨時Data來襲的時候 我們事前的這些準備工作 要不斷的轉換救濟 包括我們的醫療量能 尤其對我們的收支量量在前段時間 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的集中檢疫中心 我們的集中檢疫中心 N有6家 大概可以收支到1308個房間 那我們已經準備好 如果萬一要照病毒疫清洗 除了N有6家同時開設以外 我們會加倍來準備醫療量 進入我們的這個收支集中檢疫中心 好 現在從8月24號開始 新北市這邊也要有逐步放寬了 包含了水上活動游泳跟服務潛 另外公園的郵具和籃球場 也會逐步來開放 當然今天台北市這邊